那么为了协助记忆 我们第三个步骤是做适当的分类 那在这一个新制图里面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面有十个节点 那在新制图法里面它有一个 因为脑容量、记忆容量的关系 那如果你有十个节点的话 基本上是不利于记忆的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降到五个到七个 就人的脑容量 它的一次记忆的极限大概是七加减二 所以尽量我们会把节点安排在七个以内 那所以很明显的这里超过十个 那超过十个我们就会至少会把它分成两类以上 所以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你的资料、资讯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很明显的 好像这边你稍微观察一下 这边好像都是生物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非生物 所以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分成生物 然后跟非生物 然后我们就把非生物的地方就把它按照你的分类把它拉过去 这个是生物的地方拉过来 吃味也是生物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简单的分类 那经过简单的分类之后 它每一个分类底下就不会超过七个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做一个 就比较容易对你的记忆容量不会造成你的大脑的负荷 那如果说像我的脑容量比较小 我一次没有办法记忆那么多 那我甚至可以对这个 这个蛮多太多的部分 我再做一个简单的再次分类 那我们再去做一下简单的观察 会发现这个羊 它有水深的 有陆地的 也有在天空中的 那所以我们就干脆用 我们平常最容易 这个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 我们把它分成这三类 那羊群四位是属于地上爬的 我们就把它分到地上爬这边 然后碾鱼 鳄鱼 青蛙 这个都是在水里面需要水的 然后蝴蝶是在天上的 好 那我们这样子一分类 刚好它又是天上飞的一个 地上爬的两个 水里游的三个 这刚好很巧了 所以刚好可以 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刚好各是一二三 那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 把它做个简单的分类之后 你会发现 这样子去记的时候 就会很好记录